讲怪话聊怪谈 我是博宇军 缺调缺梦 失眠者的福音 咱们今天晚上继续之前讲的怪谈游戏怪话系列 咱们还记得上一期故事是一个社畜 因为一个偶然阴差阳错的换了个脑袋 迎接了新的命运 然后咱们第二期这故事没那么苦答抽身 他讲的是一个小学女生如何阴差阳错的获得了一款 梦寐以求的神奇书包 然后过上了六亲不认的日子 这一篇怪谈故事标题是阿雪的书包 以第三人称口吻讲出来的 咱们这故事的主角是正在市公立幼儿园就读的女生小K 咱们简称K宝 她明年春天就要上小学了 K宝这个孩子他特别的羡慕那些小学生哥哥姐姐们 他们背着书包 一直这孩子整天兴奋的合不拢嘴 哎呀呀我终于可以背着书包上学了 K宝这孩子特别喜欢红色的书包 正因为他喜欢红色 所以他妈咪给他买的衣服和鞋子都是红色的 然后噔噔噔噔 这就是K宝的爹妈 800年没睡觉 外加十级沉头汁的慈祥面蓬 两边都是主打一个 我这是瞎了眼才爱上了你系列 说是在刚入冬的一个晚上 就在K宝刚吃完晚饭的时候 他爹地回来了 只见老爹抱着一个大箱子 这是一个光看着就让孩子激动万分的箱子 白色的包装纸 上面还缠着鲜红的丝带 而且老爹还特别吊人胃口 就问孩子 K宝 你觉得这个箱子里面是什么呀 K宝实在猜不透老爹这个问题 不过这孩子特别机灵 他就琢磨 话说他最近刚给我过完生日啊 而且这个时间点也还不到圣诞节呢 所以他这糊子里边卖的什么药啊 就在K宝表情为难地盯着这个盒子的时候 老爹突然笑着说 嘿嘿嘿 打开看看吧 K宝心想 拆开之后会出现什么呢 然后他就战战兢兢的 解开这个红丝带 缓缓地打开这个白色包装盒 K宝从盒子里边拿出来的 居然是一个鲜红的书包 看着K宝一愣一愣 老爹老妈也都爽朗笑了 为了给K宝买的这个书包 老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天天加班 拼命攒钱 今天终于买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老妈也赶紧搭枪 来宝 妈溜溜 赶紧背起这红书包 给爸爸妈妈看看 结果K宝也不吭声 就干瞪着老爹送自己的书包 老妈老爹都纳闷了 大眼瞪小眼 问他 宝你怎么了 掉馅了 然而就在这个瞬间 K宝突然把书包给撇一边去了 然后就开始哭喊 这不是红色的 不行 不是红色的 不要 是不是有点意外 这加班到底谁是骚忙 原来弄半天合着是 老爹买回来的书包是暗红色的 跟葡萄酒差不多的颜色 看起来太老气了 不符合人设 而K宝喜欢的红色 是那种像刚采摘的西红柿一样 让人眼前一亮的鲜红色 这场面像不像甲方乙方对接那天 因为显而其色深 不一致 开始疯狂扯皮的急事感 于是老爹老妈 拼命的安慰K宝 哎呀宝 你看这红色多喜情啊 推 我不要 谁要让我背这个书包 信不信得破一下 我一天都不去了 K宝刚摆花料下 就冲进自己房间 把门给锁上了 看把孩子给气的 然后他这个印堂发黑的老爹 就把孩子的书包 轻轻的放在了他的房门前 老爹心想 哎 没事 到了明天 我的宝贝闺女 一定会心情好转 喜欢上这个红色的 你说这当爹的那么轴呢 你放西地里边转两圈 放点漂白粉 它不就变成纤红的吗 未来八卦素材加一 第二天一早 K宝刚一开门 一脚踹开放在门口的书包 直接奔去幼儿园了 多恨呢 K宝所在的风书包 是一个小学制的班级 就在这一天 幼儿园孩子们都在交通街 畅聊一些话题 比如什么 收拾小学之后 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还有时间唱歌 画绘本吗 聊着聊着 就一个男生 开始显辈自己 谁谁给我买了个书包 怎么着 厉害吧 K宝一听 也想起来自己亲爹 昨天晚上给自己买那书包 然后心里边越来越郁闷 触景生情 心里边就想 看人家那儿比海洋 笑的屁颠屁颠的 那凭什么我浑身上架 他都榨不出个乐地呢 K宝是越想越生气 越念瞬间 999 未来八卦素材加一 就在那天晚些时候 老妈来幼儿园 接K宝回家 娘俩直接溜达去商场 买晚饭的食材 然后老妈语重心长的对她说 今天晚上 我们做宝最爱吃的西红柿咖喱 怎么样啊 老妈内心真实的想法 其实是希望哄哄孩子 让她回心转意 慢慢的接受那个新的书包 但是不听不听 亡不念经 K宝就是不喜欢那个书包 就听她开始闹她 哎呀妈妈 那个书包 你就干脆给我表哥表姐 谁谁吧 你们再给我买个新的 不就完了吗 老妈听了之后直拍大腿 哎呀 我太难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家里边已经没钱了 这不正应了那句歌词吗 No money 妈咪 baby 就在这个时候 K宝突然感觉好像 有人在盯着她看 不过老妈这个时候 正在和杂货店老板聊天 肯定不是他们俩 然后K宝就环顾四周 就想弄清楚 到底是谁 在盯着自己看 然后她才注意到 对面有一家店 门口站着一个女孩 原来是她正在盯着K宝看 这个女孩看起来 比K宝大几岁 是一个小姐姐 这个小姐姐的脸 白的像雪一样 浑上下穿着衣服 甚至连鞋都是白色的 K宝心里边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诶 这个小姐姐 她跟我有点像啊 K宝是这么理解的 那个小姐很可能 喜欢白色 肯定就像我自己喜欢红色 所以我的衣服和鞋子 都是鲜红色的一样 然后K宝都松开老妈的手 就开始靠近那个白衣女孩 红色遇到白色了 谁给谁让道呢 K宝走在跟前才发现 原来那个小姐姐 还背着一个书包 但是她背那个书包 和K宝见过的 所有的书包都不一样 既不是红色的 也不是黑色的 而是纯白色的 就像白色的颜料 撒在上面一样 话说这背景音乐 是不是有点上火了 听着像卡坛了 你想要书包吗 只听那个女孩 张开了雪白的双唇 问道 K宝听了之后就点头 嗯 然后那个女孩就指着 自己的白色双肩包 说 那就把阿雪的书包给你吧 但是K宝听了之后 摇了摇头 毕竟这K宝想要的是一款 鲜艳的能让人 眼前一亮的红色的书包 于是K宝就对那个 貌似叫阿雪的女孩 这么说 我喜欢红色的书包 不过那女孩 马上又跟她说了一句 阿雪的书包是一款 神奇的书包 如果你每天许愿 并且好好照顾它 它就会变成美丽的红色 听了阿雪的话 K宝特别高兴 激动大喊 快给我 快给我 就在这个结果眼 买完东西的老妈 正好走过来 拉起K宝的手 就跟她说 宝 咱该回家了 K宝显得特别的兴奋 就指着前面说 妈妈妈妈妈 这个女孩要送我一个新的书包 然后老妈歪着头往那看 非常的疑惑 因为K宝手指的方向 根本就没有人 K宝虽然也觉得很奇怪 不过还是和老妈牵着手 回家了 刚打开家里边玄关的门 发现走廊里边放了一个书包 其实按道理来说 走廊这个位置 放的应该是今天早上 刚被K宝踢掉的 那个酒红色书包 结果不是 地上那个书包 居然变成了雪白色的书包 也就是那个阿雪背着的铜款 当然也不能排除 是真的机器雕塞 K宝简直欣喜若狂 老妈也有点惊讶 当天晚上 就在K宝刚睡着没多久 老妈就和刚下班回家的老爹商量 她一脸严肃的跟自己丈夫解释 你看看 你看你给孩子买的红书包 已经完全变成白色的了 但是老爹说什么也不信 就想去这K宝的房间里面瞅咽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于是老爹就轻轻的推开了房门 发现孩子已经抱着一个白色的书包 安详的睡去了 老爹看着心想 还真是这么回事 然后他就悄悄的关上房门 和孩子他妈就讨论起来了 不是我说 我活这么多年 从来没听说过有白色的书包 而且老爹坚决不能容忍K宝背着白色的书包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代 所有人都说 小男孩就该背着黑色的书包 小女孩就该背着红色的书包 别问 问就是奶脏 问就是喜庆 孩子老妈通情达理 就说 但是孩子看起来很喜欢那个白色书包啊 白色怎么了 白色书包还不能背了 白动 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 开两中头会 就得出这么点结论 孩子得理解 毕竟眼睛都涓了 头一中头摸半天没找人 然后老爹也就同意了 他愿意背就背去吧 K宝以后就背这个白色书包吧 从那天开始 K宝都信了阿雪的话 背着他的白色书包到处蹦的 走哪儿就背哪儿 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也背着 在幼儿园里边干什么都背着 把这幼儿园老师都弄没辙了 时光荏苒 一转眼 都到了小学入学典礼那天了 K宝背着那个白色的小书包 参加了典礼 因为所有人都对K宝这个书包习为常了 所以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习气 反正K宝也每天都兴高采烈的 背着他这个白色书包去上学 老妈和老爸也是每天面带微笑着 看着K宝幸福的样子 怎么说呢 这故事到目前为止 有点太正能量了 就在一年级学年的某一天 K宝有点感冒 虽然没发烧 只是脑袋有点晕乎乎的 但是当天还是向学校请了假 K宝就回家休息 突然有点不对劲了 躺在床上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就做了一个梦 梦中就出现了当初送他书包的那个阿雪 还是那句余音绕梁的老话 阿雪的书包是一款神奇的书包 只要每天许愿并且用心呵护 它就会变成美丽的红色 这声音就好像杜比全景声一样 在梦中回响 可能这阿雪当初签的是终身代言 K宝一觉醒来 就发现枕头旁边的书包有点奇怪 怎么怪呢 哒啦啦能量 原本像雪样白的书包 居然稍稍的变成了樱花色 是不是瞬间明白了 这等同于一个夕阳气的书包 K宝非常的开心 心想太好了 肯定是自己的愿望传达给了书包 K宝觉得这书包已经稍微接近他心目中的红色了 他就开始相信 这个书包肯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转眼到了二年级的一天 上体育课的时候 K宝感觉头特别的晕 然后就在衣服室里边休息 一不小心又睡着了 然后阿雪又出现在他梦里边了 还是那句招牌的话术 去阳散雪 助眠安神 雪宝 一款真正人性化的智能书包 还孩子一个失忆的童年 醒来之后K宝回到教室 发现书包就挂在自己的桌子旁边 他又有变化了 已经从樱花粉变成水蜜桃色了 给人感觉就好像是这书包正在回应他的愿望 慢慢的产生着变化 K宝无时不刻梦想着自己又一天 也能变成全身一水鲜红的颜色 所以更加珍惜自己的书包了 就在K宝升入三年级那一年的某一个夏天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让他老爹心里边非常疑惑 诶 这怎么回事呢 原来老爹正抱着轻度重暑的K宝 本来想把他抱在床上 但感觉K宝的身体特别的轻 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 明明整个暑假都在外边跑 但是K宝的皮肤完全没有晒黑 非但没有晒黑 还白的不得了 老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在心里边安慰自己 差不多没准 大概有些可能 孩子就是这种体质吧 他正要离开房间的时候 眼睛突然瞥到那个书包 发现那个书包的颜色 竟然变成了玫瑰红 原来是这样的颜色 老爹歪了歪脑袋 不过并没有太在意 这是全世界只有主角亲爹 看不出猫腻袭的 就在K宝生入四年级之后 老爹过去的这个小小的疑虑 迅速膨胀起来 具体是因为什么呢 K宝不小心摆腿摔骨折了 因为K宝属于那种 天生身子骨折特别的好 根本就不可能 轻轻摔了一下就骨折了 所以非常不可思议 然后老爹为了给住院的K宝 整理衣服和绘本 就走进了K宝的房间 发现书包居然变成了樱桃色 老爹感觉非常的奇怪 就跟老妈赶紧开会商量 老妈也注意到这个书包颜色 有变化了 老爹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就说 哎呦 要不咱干脆就买个新的书包吧 但是老妈反而没答应他 因为他深有体会 孩子每天都用爱慕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小书包 你不让他背 你不是要他命吗 与此同时 在医院里边 K宝也非常的躁动 天天在病房里边大喊 啊 我要我的书包 快把书包还回来 看到闺女这个样子 老爹也非常无奈 只能从家里边 拿回那个书包 放在了K宝的枕边 在那一刻 拿起来那个书包 感觉他特别的温暖 不过从那之后 K宝就经常的生病 五年级那年 他几乎都是在医院里边躺过去的 只能说是医院空城 最大赢家 天冷了也要睡觉 天热了也要睡觉 刮个风就能摔 摔的就骨折 爹妈都不能离开 双亲分离五十厘米 自动爆炸 然后这K宝就变得越来越瘦 整张脸都像血样白 头发也越来越干苦 不过身体虽然一天不如一天 但是这K宝 每天心情特别的好 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基本上每天就在床上 抚摸着那个书包 然后笑着说 还没好呢 还没好呢 老爹老妈虽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既然孩子天天都这么说了 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事吧 你就说这真不亏一家三口 开家庭病房得了 就在后来六年级的一天 K宝突然兴奋的大喊 搞定了 孩子兴奋的大叫 但是这么亢奋 对身体不好 爹妈就始终说服的 赶紧冷静下来 但是K宝完全不听 爹妈的劝告 背上了小书包 K宝就从床上跳下来了 就像唱歌一样的大喊 太好了 我做到了 我的书包红透了 我的书包红透了 是吧 都这样了 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 对于小学生来说 不上学才是最好的医美 然后K宝一边笑 一边扭动着自己的身体 好像在跳舞一样 他这个脸颊干裂 面容憔悴 连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 活像一条死鱼 而K宝背这个双肩包 现在已经变成 像刚采摘的西红柿一样 闪瞎人眼睛的鲜红色 而他爹妈站在一旁看着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于是K宝就继续跳啊跳啊 再也没停下来过 不久之后 K宝从医院消失了 他住过的这个病房里边 床上放了一个红色的双肩包 他的老妈和老爹舍不得扔 所以直到现在 还把这个一摸就觉得有点温暖的书包 小心翼翼的收在家里 壁厨的最里边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才知道 这个故事原来是一个纸之鞠说书人 讲给路边孩子听的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你们大家 听到我说的最后 哎 来来来来来 给大家发点糖吃吧 听好了 这可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如果你们要在哪儿 遇到了阿雪 可一定要告诉叔叔啊 成了 现在我们得去下一个站了 于是孩子们看着这个背影 就在议论 哎 那个书包怪叔叔 总是表演同样的连环画戏啊 好无聊啊 哎 那又怎样 免费送零食 这不挺好的吗 哎 出现了关键道具 雪宝智能书包 喂 那个书包 刚才 是不是动了一下 1990年 恩县 这个故事其实没有多长 它也没多复杂 然后我看了眼 作者这个设定集 他说自己这故事里边 其实融合了两个怪坛的零 一个是陌生人的馈赠 往往要付出代价 还有一个是怪叔叔 其实这种故事并不少见 就是那种典型的 陌生人给你的东西 千万不要收 因为你不知道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至于这故事里边 那个白衣小女孩 阿雪 她到底是谁 也不是特别重要 就是一个 有开放性色彩的角色 因为在很多故事里边 甭管东方还是西方 都会有那种 什么魔鬼的化身 蛊惑小孩 跟他签订什么契约 实现他的什么什么愿望 而且非常有诱惑性 然后这个契约的内容 乍一听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实际上一旦签了 你就发现 这个玩意儿就一个卖身器 他一定会夺走 后续人生里边 很重要的东西 故事边这个书包很明显 他就是西石的 K宝的洋气 把他健康夺走了 还他一个百分一百 和他一的书包 你要说讲这么一个 有头没尾的故事 一个很明显会杀人的怪东西 他得逞了 那这就是一个传统怪谈 但是你要再说 把这个东西 给收容到一个什么什么机构里边 天天做实验观察 给他定一个姓 这可能又成了一个新怪谈 你像前者这种传统的 什么都市传说怪谈故事 它往往有一层社会属性 它多少会反映 相应的某个时代的一些社会问题 你比如这个作者 他在这个游戏故事的文本里边 也写到了 说那个时代日本 在社会层面上 什么小男孩就得背黑色书包 小女孩就得背红色书包 那为什么呢 反正大家都这么背 你也这么背得了 除了黑的就是红的 那我背白色书包上学 人都说我神经病 他还能有什么理由呢 这不就是一个服从性测试吗 我给你编一个 黑色耐脏 红色透亮 你看他这个故事背景 1990年恩线 你别管是真的假的 作为我本人来说 我不知道别人 差不多2000年前后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下雨 家里边就把红伞没人用 我就打红伞上学 然后当时印象里边 还穿了一个雨靴 一眼红色的 结果当时就一帮小孩 可能不是跟我一般的 非得追到后边 一直说 真不要脸 到了爷们穿什么红色的 当然我就想 你是这帮二B仔子 在当时那个年代 确实给了我一定的压力 不过二十多年以后 我在想 这帮二B仔子 你说你是吧 你们这帮单细胞生物 只能看见黑白的 这种单细胞生物 你们确实不能体验到 我们这种高维生命体 能看到那种 五彩斑斓的世界的美妙 你看现在还有人说 什么穿红色的不要脸吗 没有 是吧 遥想当年那些单细胞生物 他能想象到吗 如今红色 都能给你细分出好几十种 什么水红 暮红 硬红 亮红 双红 什么猪沙 草莓红 什么茶花红 高亮红 反正红红 你甭说红色了 想穿什么穿什么 想背什么背什么 还有拥抱大自然 不穿的呢 对吧 故事中 这个小女孩K宝 她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叛逆 她只觉得老爹给她买的书包 不够鲜红 有可能她老爹的眼睛是sRGB 然后她的眼睛是DCIP3 然后和这个故事类似的 我想起一部电影 大概我中学的时候看的 好像叫黄铜茶壶 然后故事边有一个像传说级宝贝一样的茶壶 它可以让人发财 但是代价就是你要伤害自己 或伤害你最爱的人 他里边都能蹦出钱 你伤得越狠 他里边钱蹦的越多 我相信肯定有观众看过 至于这故事结尾表演那个纸戏的怪叔叔到底是谁 作者在设定集里边说 如果我就讲一个和标题一样的什么阿雪谁谁的书包 那这故事有点太单薄了 于是呢 我就填了这么一个角色进去 然后这个怪话系列 尤其这个怪话2 它里边一些故事其实互相之间有关联的 所以咱们越往后又能看到这些故事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 然后后续还有十几个故事 篇幅也相样的变长了 咱们慢慢的一一到来 回见